欢迎收看《魅力东方》 我是黄宝慧 山东省位于中国大陆东部沿海 境内黄河横贯东西 大运河纵穿南北 境内长度在50公里以上的河流 有高达1000多条 5公里以上的支流更是超过了5000条 山东省在河与海相交之处 不但孕育出了独有的水文化 更为这片土地留下了众多的历史遗迹 今天《魅力东方》就要带着您走一趟山东 进行一场河海文化之旅 号称可以用放大镜检视的台儿庄 不但是一座二战遗迹最多的古城 现在还成为中国大陆打造博物馆最为密集的区域 像那些一般的都是听那个父母 就是我们家里的人那一年代的听说过 他们就是玩过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没有接触过 我家也是农村的吧 从农村长大的 小时候的话这些东西都玩过 就是随缘毛了 跳皮筋了 跳绳了 就是说这个小子 从前那个老话书了都看过的 从前那个弯了个弹锅 就是现在当中的话呢 就是在村里的孩子都见不到了 在台儿庄几乎每个古楼都是座博物馆 因为地处金行大运河的台儿庄 过去商贸繁盛 聚集了来自四方的商旅 而这些商旅分别在台儿庄 建造家乡为别具的各式建筑 同时也带来了各种的文化 从酒馆 米行 当铺 到百年字号的招牌 这些看似成就斑驳的牌坊 有些价值可比黄金还要值钱 有一些像黄花梨之类的 这些非常昂贵的这个木材 包括还有一些青石 汉白玉之类的这些木材呢 也能体现出当时这些商户呢 也是比较富足 各式各样的招牌 讲述着当年的富庶繁华与生活形态 事实上台儿庄能有这样的荣景 得归功于过去的金行大运河 右前方向咱看到的这个呢 是运河奏书展馆 它在历史上呢是闸关书 它是闸物官员办公的场所 恢复重建以后呢 是作为奏书展馆来使用 主要呢是以陈列奏书的形式 为咱们讲述金行大运河中和台儿庄段的故事 当时围绕着金行大运河 是否要改到开枣的奏折 就多达了五千多本 而经过皇帝批奏的奏折 则有五百分之多 可见当时大家对于这条运河的重视程度 也正因为金行大运河对台儿庄的影响盛据 台儿庄还特地成立了奏书博物馆 将过去的记忆一一留下 那么向右前方呢还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放大版的明代立画龙 写的一开家和书 在这本奏书里面呢 它也是明确地为万历皇帝阐述了 开辟家和的六项好处和两个不容之一 那么这幅奏折呢也正是由于 从朝廷到民间呢最想看到的结果 所以万历皇帝结果走出以后是欣然应许 今天山东80%的煤矿南运任务 仍然是由这条古老的黄金水道承担着 只不过物换心仪 现在的运河有了新的身份 那在1958年之前 这片面积都是属于明清时期的 金航大运河故道 1959年国家投资将这边运河取值 所以老运河留在咱们旧城内 作为景观和使用 而新运河呢在咱们老运河的南方 在现在呢咱们由马兰镇政府啊 也是以开发城 以观赏荷花为主的风景区 取名十里荷花廊风景区 台儿庄与时俱进保留古老运河的魅运 增添符合现代旅游的景观亮点 同时还巧妙地兼顾了生态环保 您可以看到在这片面积的水生植物呢 是会随着季节性的水位潮涨 而呈现不同的一个变化 这是属于一个典型的温带湿地性气候 而恰恰这种温带湿地性气候呢 就适应了候鸟在春夏秋的迁徙规律 因此咱们湿地呢 是整个鸟类啊 迁徙过程当中最理想的一个栖息场所 在这里栖息的鸟类多达了三十多种 数量高达两万多只 为了让游客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湿地的重要性 这里也有一座专门推广生态知识的博物馆 生物多样性呢 是湿地最显著的一个基本特征 我们为了更好地显示月亮湾湿地公园的这一特征呢 专门设置了这个标本展示区 主要呢有动物标本和植物标本 而动物标本呢 我们又从鸟兽从三个方面来展现 据我们目前统计呢 大约有二百六十多种动物和三百三十多种植物 在我们月亮湾湿地公园内繁衍生存 除了静态的标本样式与文字说明 这里还搭配着许多互动式的动画效果 让民众更能够浅显易懂地了解 实地进化工程的规划很严厉 像从我们这个实地公园的水源地 研码水库流到我们城河里的水 或者是经过我们务数处理厂处理后的水 流到我们城河 经过城河内的四个表流池的处理和进化 水中的COD浓度和氨带含量呢 也是大大的削减 最后四级表流池处理完之后呢 COD浓度在二十以下 氨带呢在小于八 也达到了地表三类水的水质标准 最后呢在汇入到城河 流入到南四湖 在层层细腻的把关之下 这条老运河活出了新姿态 不但成为众多生物的生命之源 也留下了千年传承的老味道 过去 运河给早庄带来了财富与繁荣 如今台儿庄古城内的博物馆 收藏见证了当年商贸兴盛的历史文物 也算是对大运河的一份回报与概念 在此同时 运河失利的富裕工作 也显示出了人们渐渐的了解 运河并不光只是带来了观光经济上的好处 对于生态与居住环境 更扮演着无比重要的角色 1888年 清政府成立的中国第一支现代化海军 北洋水师 当年北洋水师的驻杂地 就位于今天黄海 渤海交界处的威海市流宫岛 北洋舰队刚成立的时候 总盾位四万多盾 实力位居世界第四 亚洲第一 然而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 却大败于日本 惨遭极尽全军覆没的命运 如今刘宫岛上所保留下的遗址 遗物也都成为所有中国人 艺术历史的活教材 威海拥有天然的港湾 和重要的战略位置 长久以来都是兵家必尖之地 尤其距威海市2.1海里的流宫岛 更曾经是中国第一支 现代化海军北洋舰队的根据地 流宫岛这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 作为一个军事重镇 因为它和威海这个南北两岸 形成了一个二龙西柱的样式 地理位置的优越性 所以当年北洋海军就把这个总部 选择在流宫岛上 今天的流宫岛上 有着甲午战争博物馆 北洋海军提督署等一系列的战事遗迹 记录着历史的悲壮 也吐诉着时代的沧桑 那这两门大炮是机缘舰的前双主炮 它有效射程是5000米 两门大炮是中20吨 是博物馆的监管之宝 也被国家列为一级文物 这是目前国内出水口径最大 威力最强的两门大炮 大炮 炮塔 鱼雷 船锚 这些曾经保将未堵的北洋舰队装备 在1986年陆续地被打捞上岸 如今静静地矗立在此 这个长长的钉子琴的码头 是铁码头 它是当时北洋海军的专用码头 它修建1889年 距今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当年北洋海军的舰船 大部分都拒搏在铁码头附近 它现在仍是人民海军的一个专用码头 1888年12月17日 北洋舰队在刘宫岛正式成军 这支由李鸿章一手打造的近代化海军 是巨资购买战舰 并聘请了英国的专家协助建军 肩负起当时清政府发展海防的唯一希望 咱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洋海军提督署 这是我国目前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个清代的水势衙门 就是北洋海军的总部所在地 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海军森林部一样 当时的提督丁汝昌就是在这里办公的 北洋海军成军的时候 它的实力是围居世界第四亚洲第一的 然而清政府的腐败 却导致这支亚洲第一的武装舰队 最后悲剧性的命运 最后一场战争就是威海卫保卫战 威海卫保卫战之后 因为当时丁汝昌内却良响 内部有投降派 而且接到援军无望的时候 他就是在这个提督署二军院道的东乡的书房 吞服了大量鸦片水自杀逊国的 他终年是六十岁 一百多年过去了 如今人们面对海洋的态度转趋积极 也明白海洋工业的自主技术 才是强壮自己的基础 以山东省烟台来说 借着渔业资源发达之变 成为中国大陆打造国产高阶远洋渔船的种政 我们由于有捕鱼的经验 和这个隔渔业公司的渔船的技术 怎么能捕到鱼 怎么能快速地捕鱼 能不能多产多收 我们有了一定的经验 经验是最好的老师 烟台靠海吃海 利用自己在渔业市场上的熟人 将知识技术化 把触角延伸至造船业 过去他们专精于散装货船的制造 现在多元开发 增加了新的高阶渔捞船的蓝海市场 我们最近几年 我们又创造出了 就是开发了好多好多的专利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又建造了公共船 特别是渔船 传统的造船 就是片片造船 那么原来就是渔船的话 都是一般是铺龙骨 然后床肋骨 这样一片一片造的 整体的造船模式 那我们现在是块块造船 把船像切豆腐一样 一块一块的 在分段建造的时候 就把分段里边的浴漆装 就做完了 比如说管子 梯子 扶手 这样不仅提高了造船效率 也降低了造船的成本 烟台的造船优势 让台湾也越越欲试 因为来这边 他们造船很坚固 它有入class的标准 来这边的话 他们我们台湾 一部分小技术过来 我们造的比台湾还好 韩阳城的 会造造船的 会给我们新进的 这个是近距离雷达 这个是近距离雷达 这个是三个一台 这个我们一缺程是航尽 这个赤料赤料 我们船在跑的话 都要照这个航尽走 对 都是很安全 我来看了以后 就跟我们台湾的船型差不多 所以我们就来这边 决定在这边照 这个船型合乎我们的要求 所以最主要就是安全性这个考量 对 还有性能 船的性能 稳定性 烟台用一流的造船技术 浮以高度客制化的发展策略 满足了各种的渔业 捕捞业的需求 也给地方带进了一笔又一笔的订单 山东沿海渔业发达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黄河在山东省东营入海 黄河现在从上游 现在大量的泥沙 还有游汁质 营养物质 在这儿汇集入海 带着大量的丰富的营养 所以河河口入海的地方 是我们国家历来的海水渔场 黄河大量的泥沙在河口渔基 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湿地景观 给当地带来了丰富的自然生态 黄河渔基的新生湿地 是很多珍稀和宾渔鸟类的精英库 还有它的保护的场所 我们每年迁锡繁殖和停留的鸟类 到三百万到四百万的鸟类 作为中华文明的母亲河 黄河数千年来灌溉华北广大的土地 而它的出海口更给山东带进了大自然 无私的馈赠 同时也让湿地保育的重要性 升值人心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李白将近九里头的第一句 就是用这一条流经了九省 全长五千四百多公里 有着中国母亲河之称的黄河 豪气万千地做开场 七零年代起 中国大陆由于经济发展 工业及农业的耗水量大增 使得黄河不时发生了断流 周边生态系统也面临着危机 因此中国大陆政府 在1998年开始 大规模有计划地整治黄河 如今黄河之水不但流用稳定 也让越来越多人 更加关注到黄河生态保育的重要性 山东省烟台市的蓬莱阁 就是民间传说八仙过海的发生地 自古与黄河楼 岳阳楼 藤王阁 并称为中国四大名楼 有着人间先进的美誉 除了先进传说 属于福建的妈祖信仰 香火也透过了闽商的北上 而传播至烟台 结合在地风俗 发展出了烟台独特的妈祖文化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 我们就要带着您来看看 烟台是如何在当地固有的文化之下 广纳外来文化 并且加以柔和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风味 既好奇又兴奋 传说中八仙过海的蓬莱阁就在眼前 蓬莱阁是始建于北宋加油六年 公元1061年 间隔到现在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了 黄莱阁是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之一 素以仙境著称于世 自古以来是以八仙过海和海市圣楼 面于海内外的 起源于唐宋时期的八仙传说 在吴源泰的东游记里面 充满了神奇有趣的故事 人家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在这里显得更栩栩如生 所以在我们这流传着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典故 相传当年八仙 就是在蓬莱阁上喝醉酒以后 各持宝器飘扬过海的 蓬莱阁外就是传说当中 八仙过海的那片大海 这里多次发生海市圣楼的奇观 虽然只是物理光线的折射 但是在科学未普及前的数千年 无疑使蓬莱仙境的传说 更增添风采了 那据记载呢 从1980年到现在为止 在蓬莱阁以北的这片海面上 一共出现了40多次海市圣楼 我在这工作已经第五年了 也见到一次海市圣楼 其实蓬莱阁因为高耸领海海上多变 除了酝酿出了仙境传说 在近代也扮演了重要的历史地位 现在您看的这个就是蓬莱水城的全貌 蓬莱水城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海军基地 蓬莱呢古称登州港 位于山东半岛的最北端 那由于地理位置的特出啊 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窗口 也是防御外坏入侵的一个战略要地 可别看这蓬莱水城结构简单 当年民族英雄奇迹光就是在这里操练抗击窝扣的水尸 互将畏土保护渔民的 远眺大海的幻化多变 给当地带来了多元的海洋文化 也同样留下了特殊的信仰寄托 因为蓬莱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沿海地区 所以说我们这儿共赴妈祖 主要是保佑渔民出海平安的 宋朝以来始于福建的妈祖信仰 香火透过了敏伤的北上而传播到了烟台 庞莱阁的天后宫呢 与其他天后宫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您看的这个格扇 那这个格扇呢 在我们当地有这样的悉索 没有出嫁的女子 就说她是未出格 北上做生意的商客 除了带来妈祖文化 同时也打造了联络同乡感情而设立的会馆 从四周的建筑样貌 仿若就能够阅读当年敏伤的活络氛围 这个山门呢 它是闽南特色 就是福建南方的一些建筑特色 四角上翘 然后主要的就是墓石结构 那么下半部分是石料组成的 那么上半部分是墓制构件 修筑于清末的福建会馆 正符合闽南建筑 无木不雕 无石不磕的工艺手法 像这个龙柱吧 它就是典型的那个泉州的闽南雕工 那么它采用的一般是浮雕 浮雕里面就分为浅浮雕和高浮雕 另外还有透雕 最后呢 形成一件独立的原雕工艺品 这龙柱呢 就是采用这种三结合的这种雕刻方法 雕工精细的福建会馆 据传历时22年才完成 当年可是有着 鲁东第一工程的美誉呢 大和文明与海洋文化的两相冲击 不但给山东带来了独特的风俗民情 也使得众多影响 近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时刻 再次发生 这也让今天的山东 有着特殊的海河优势 也积累出了与众不同的历史底蕴 我是黄宝慧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